请翻开教材262页 我们讲上古天真论第一段的这个理论阐释 这理论阐释啊写的比较细 所以我就概要的说一下 同学们自己学习就可以了 理论阐释的第一个问题 提到的是关于养生原则与方法 本篇从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两方面来确定基本的养生原则 这就是人和外在关系 人身自己这样一种从内外来说 怎么样进行养生 适应外在环境 适应外环境的问题 包括自然界的环境 还有社会的环境 比如说法于阴阳 虚邪贼风避之有识 这是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相适应问题 比如说乐其俗任其福 这是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问题 那么人只有这样对外在环境能够适应 对健康还是有利的 从个人生活方式上 那提的内容就相当多了 包括以食饮游解 起居有常不忘坐牢 以及舔赞虚无 等等多方面 都是自己的调解问题 有关养生的这方面 从内外调解这方面 内经的记载是相当丰富的 但是应当说 是以上个五天真论 也就是这篇 原则性是最强 至于养生的原则 养生的方法 咱们理论阐释当中 又做了一大段的论述 其中有些内容 比如说 关于养生原则 灵书天年 以先天禀赋为 先天禀赋不足 后天又朔中风寒 这个我们在养生这一章的 就在本章的第三节 还要具体谈到 理论阐释的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精神调养的问题 精神调养啊 可以说是中医养生的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他把这个精神调养 放到比其他调养方法 都重要的方面上去了 这倒是我们中医 养生的一大特色 比如说西洋医学不重视了 西洋医学近几十年 也开始重视精神因素 对人体的影响 但是近几十年才开始重视 重视的程度 绝对不像中医学 这样强 至于重视的历史 那倒更不能谈了 因为我们从内经时代 就把这个精神养生 放在首位上 这是第二个理论阐释的问题 第三个理论阐释的问题 是关于行与神聚 这是中医养生的 重视 养什么 主要是从两方面 一是养行 二是养神 要行与神聚都健康 行体健康 精神 心理都健康 那才是真正一个健康的人 这样的人才能够长寿 比如说对什么道理都懂 道就是自己控制不是自己 说时音有节 起机有长 不忘坐牢 等等等等 讲了很多的 理解不理解 理解 但是我就是自己管不住自己 不能够治贤 叫治贤而少欲 这治就贤不下来 那也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 所以要养行 要养神 要养精神 要养心理 这两方面都是健康的 才能够做到健康长寿 才能够是真正的 容易做好这养生 行与神 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行与神的 关系问题 在中医学里边 是不断的强调 本篇提出的行与神剧 前人曾经对行与神的关系 做过总结 基本上 用一两句话概括来说 说行为神之宅 行为神之宅 神藏在哪 以行为宅 神为行之主 神是行体的主持 主宰 再一步的概括就是说 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说是无形 如果没有行体的话 则神无所辅 无形则神无所辅 神就飘了 这魂就飞了 魂魄飞扬啊 致意散乱了 则无形则神无所辅 而我说无神 则行不可活 没有神呢 这行体活不了了 这不叫个人了 行体还在那 但那是行尸走肉 都够不上了 是个尸体了 所以说无神 则行不可活 这是行与神两者的关系 看来呢 是把神呢 放在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去了 当然说没有形体的话 神就飘散了 就不存在了 所谓行是神之宅嘛 这两者关系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养行 养神 二者必须兼养 能够做到行与神聚 这是一个健康的人 是能够承受的人 当然所谓养行 是要养一个强健的身体 既不是养的一身的肥肉 那不叫强健 更不是要养的轻轻飘飘 古时候有一句话说 人练武功人练得身轻如燕 那是说人家功夫高 身体感到很轻便 跳也跳得高 跑也跑得快 可不如说体重练得很轻了 要真的上乘量 身轻如燕了 这人没有意思了 无形了 神也无所福了 这是个事 我看到有些个年轻的 尤其是女士们 没有必要的去那减肥 减得身轻如燕了 那还了得 行不好了 神也不可能健康 所以 这是两方面呢 一定要掌握个适当 练行 要练到适当的程度 所以 行神要兼养 那才是健康的标准 行神兼备 行与神 两者 是神 在行之先 养了好神 行也容易养 虽然两者不可缺 但是主次而言 从内经的理论 一直到我们 中医的养生 到现在 中医的传统的养生学 把神要放在行之先 这是关于 行神俱备的问题 行与神俱的问题 比如具体的 联系到临床应用上 这个林郑指药 方过夜来 264页 提到的 合于数数 要 因人 因食 因地 而合于数数 那才叫合于数数 特别是根据自己的 身体 身体情况 根据自己的年龄 体质 各方面的情况 来采取相应的 养生措施 锻炼方法 那才叫合嘛 不是说人人都一样 不一定合 说人家一天要跑5000米 对他来说就是锻炼 对有些人跑500米 就跑不了 那不能一样看待 所以要因食 因地 因人来制一 所以要合于数数 所以第一点重要的 养生合于数数 要提到的 就是要因食 因人 因地 因为我们的养生方法 是很多的 现在的锻炼方法 更多了 传统的锻炼方法 数数也是很多的 教材上提到过一些 要选择 适当的问题 这是合于数数第一点 合于数数的第二点 就是说各种养生数数 它都有一定特定的方法 要求 你想练什么 你想用什么方法来锻炼 来养生 那种方法 它有特定的要求 这种要求 一是要自己勤学苦练的 更主要的 要掌握住它的特点 不是说我就苦练 就能练成 苦练练出毛病了 也练不成 所以还咱们这里 教材上还特别提到啊 最好是要有老师指导 有一些练法 有一些数数 没有老师指导自己去那想下 有时候想不到点子上 因为书本上写的 关于数数的问题啊 它无论重点不重点 它都是一句话说说说过去了 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在读书的时候就读不到哪里是关键 因为它都是一个字两个字表达一个意思 但是有老师指导一下就抓住重点了 所以他特别提出来要有老师指导 不然的话说提出来甚至会走火入魔呀 可不是吗 照书本练去了 练练练去的练走着火了都不知道什么毛病 那不是数数本身不好 而是学习不得法 锻炼不得法 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技术 关键是要有老师的指导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条 然后呢 所谓师傅领进门 学艺在个人自己去练习 当然选老师也是很重要的 不要说听哪说有一个大师来了 大家都去跟着学了 没准那大师就会把你领歪了 这个现象有 这个大师就本身就不是地道的真的老师 这种现象还真出现过呀 到公园去了 说是什么大师来了 教什么功法 大伙那练吧 练在上精神病院的不是一两个 走火了 这老师给领的 他也他也有诗 那个诗就不对了 那么至于注意很多的养生方法 关键在什么地方啊 这就咱们临床应用临床临床 临床只要的第二点 关键就是舔淡虚无精神内守 不管你练什么功啊 你那铁赞虚无去练 说我练着练出来 我又去发财了 我又去上哪去了 我又干什么了 那是私心杂念 那是私心杂念不是虚无 养生 树树 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 肯定有好处 是不是可以去病严年 练队的肯定缺病严年 但是好 你那一边练着一想我一边想着我却病 我这病在哪呢 我得把它去掉 这本身又是个私心杂念 本身就不是个舔淡虚无 我见过这样人呢 说他有肝炎了 练气功气吧 说老师说把这个气打通了 他就一边练着一边想着把气打通了 好了 这越练越疼 不但没打通 气反而聚在那了 所以这段林郑只要的关键呢 那是要提出来 舔淡虚无 精神内守 既是平时要注意的 又是在养生当中 采取各种方法当中 所要贯彻的 没有这个 什么方法也不行 我刚才提到练气功的练 那正练着呢 还想起来练着别的了 想到我又这个吧 我又开了天幕吧 明天我透视眼了 给别人看病 我挣多钱了 眼看就要发了 又想我哪有病吧 我赶快想把打通了 我身体如何好了 这是个私心杂念呢 所以就从气功来说 什么是最高 什么是最高的功法 舔淡虚无是最高的功法 谁能够做到 真的心无所想 全无杂念 这个我认为是最高的功法 也是符合中级经典理论的功法 现在也听有人说 您俩的功啊 是简单的功啊 是复杂的功啊 这一问我说您就不够 就不懂得什么养生 什么功 因为尤其是气功 最重要的是铁淡虚无嘛 什么复杂 什么简单 那个最简单的就是最复杂的 什么叫最简单 好了 您就坐在那也好 走路也好 睁着眼也好 闭着眼也好 你把什么都练没了 铁淡虚无嘛 一切全空了 连我自己都没了 你练着试试 谁能练到这个地步 我认为这功法就是高的功法 说我一练那 我又看到这个了 我又看到那个了 可以不可以 可以 也不能说练功当中 不许出现一些感觉 什么感觉都可以出现 但是不能说你出现 什么感觉 他就算你 真的就很高明 什么感觉都没有的 我刚才说 那真是最高明了 所以呀 铁淡虚无精神内守啊 固然是联系的面比较广啊 比如说美其师任其福 乐其俗高下不相目 也是一种铁淡的意思 至闲而少欲 这是告诉人们 怎么样才能够做到铁淡 你先至闲呢 先把自己的心智啊 管起来 欲望呢 让他减少啊 这样的心安而不拒 心里尽量的平静 安静下来 所以才不受外部的干扰 这就逐渐的可以做到铁淡 这有一些方法学 方法在里面 所以啊 这一点呢 是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理论 这第一段 讲完了 看第二段 264页的第二段 这一段是讲 肾气与生命截断 生命有截断性 或者叫生命截律 这是生命截断性 肾气与生命截断 即生智能力的关系 肾气与人的生命截断 和人的生智能力的关系 这一节的这一段 这一段原文 是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讨论 肾气在这个过程当中 起的什么作用 实际上 就是个决定性的作用 肾气在人体生命截断的过程 以及人体生智能力的 这个有无在这问题上 胜衰有无在这问题上 它都是个决定性的作用 我开始讲这个 上古天真论天真的时候 就提到了 天真是先天之真气 主要在本篇是讲肾气 当然也有其他藏气 其他藏气也叫真气 但主要是讲肾气 这一段你看 主要是讲这个问题了 地约 人年老而无子者 财力尽业 将天树然也 七博曰 女子七岁 肾气盛 耻更伐掌 二气 耳天鬼智 任脉痛 太重脉盛 越是雨时下 故有子 三气 肾气平均 不颠压盛 而掌机 颠顶的颠 四气 筋骨肩 法掌 及身体盛壮 五气 阳明脉衰 面屎叫法屎舵 六气 三阳脉衰于上 面阶叫法屎白 七气 人脉虚 太重脉衰少 天鬼阶 地道不通 不行坏 而无子也 丈夫八岁 肾气时 法掌 齿耿 二霸肾气胜天鬼智 精气易泻 阴阳和固能有子 三霸肾气平均 筋骨筋强 故 那个字 那个牙子 故颠牙生 而长急 四霸肾骨龙胜 肌肉壮满 五霸肾气衰 法舵持稿 六霸肾衰竭于上 面胶法病 斑白 七霸肝气衰 筋不能动 八霸天鬼节 精少 肾脏衰 形体阶级 则持法去 肾者 主水 受五脏六腑之境 而藏之 故五脏圣 乃能谢 金五脏皆衰 筋骨蟹 舵天鬼 进义 故 法 故 法病白 身体重 形部不正 而无子尔 帝月 有其年一老 而有子者 何也 齐伯月 此气天寿过度 气脉长通 而甚气有余也 此随有子 男不过尽八八 女不过尽七七 而天地之精气 皆皆已 帝月 父道者 年皆百数 能有子乎 齐伯月 父道者 能确老 而全行 身年随受 能生子也 这不是吗 讲了生命阶段 主要是女子 以七岁为一个阶段 男子以八岁为一个阶段 这是关于生命阶段 从第一阶段 女子到第七阶段 那就算进入老年 男子从八岁第一阶段 一直到八八六十四岁 那就算进入老年 那是在内经时代 划分人体的老 少壮衰老 这样一个阶段性 但是内经划分生命阶段性 除了七七八八的问题之外 也就是以七岁和八岁 划分阶段之外 还有以十岁划分阶段 关于生命的阶段性 还有以十岁划分阶段 那么将来 后两节 我们再讲到 灵书经的这个天年的时候 那就讲的是以十岁为一个阶段 内经 关于生命阶段 主要是什么两种 本篇设计到生殖功能的问题 所以它是按女妻 男八来算的 这首先呢 第一句话就提到啊 人年老而无子者 这无子者是没有生育能力了 老年了 没有生育能力了 是财力尽业 将天数燃源 是人体精力枯竭了呢 还是先天的寿数 有关系呢 天与的 天父的寿命 天父的这个生命力 有关系呢 将天数燃源 你看 我们在讲第一段的时候 我曾经提到过 这个人将施之焉 说应该讲人施之焉 那不把讲字 可以颠倒过来吗 我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你看这又出来吧 他就把讲字给前面了 将天数燃源 亦或是这个天数所决定的呢 这个啊 这个基本 基本上又是天天数 又是财力尽 都有关系 因为天数到了 或者说 精力就就伏结 齐博回答说 这回答是先讲女子的生命 以及生之能力的 这个这个问题 先谈女子 后谈男子 他说女子七岁 肾气胜 齿更发长 女孩子到七岁的时候 开始肾气啊 旺盛起来 因此呢 才有更换牙齿 把乳牙 换上了横齿 头发也开始茂盛 这个发长啊 是头发开始茂盛 这就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就二七 一十四岁 这个十四岁 这个时候 肾气就更旺盛了 相对来说 所以才有天鬼制 天鬼这个物质 才发挥了作用 天鬼看来是人生俱来的 但是到肾气胜的时候 它的作用就要发挥了 这个天鬼看来是和人体的生殖能力 密切相关的这么一种物质 它的作用发挥 人就可以具备生殖能力 它枯竭了 没有了 人也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而这种物质是和肾气密切相关的 只有肾气旺了 它才开始发挥作用 所以叫做天鬼嘛 天者先天 鬼者水也 我们在讲那个 甲义秉丁物质更新人鬼 讲石干的时候 不是人鬼水吗 最后两个字属于水的 甲义属木 人鬼属水吗 这俩都属水啊 任为阳水 鬼为阴水吗 甲义木 甲是阳木 也是阴木 人鬼水 人是阳水 鬼是阴水 天鬼是天一之鬼水 看来是和肾关系最为密切吧 肾主苍经 先天之本嘛 所以天鬼啊 就是这样一种物质 在肾气旺盛的时候 它发挥作用 它的作用发挥 就表现在人的生智能力的上 所以过去曾经把它说是促生智能力的那样一种物质 内经时候看到了这个东西的存在 由于天鬼发挥作用了 叫做天鬼质 发挥作用叫做质 所以它有认脉通 人鬼 认脉通啊 冲人独带 七经八脉之一的认脉 认脉作用是什么呢 汪斌在注释时候讲了 说认主 胞胎嘛 我们在讲经脉时候讲过这个问题 啊 是冲威学海 人主胞胎 我们在讲经乐的时候 尽管 我们讲的时间比较少 咱们提过这个问题 从没学海人主胞胎嘛 认脉主持一身之音 啊 所以天鬼质 认脉就通畅了 啊 认主胞胎 所以下边谈到生育能力问题 这个太充脉也旺盛了 太充脉就是充脉 充为学海那充脉 由于太充脉胜 认脉越通 所以越是以时下 妇女越经 就按时而来 按时而下 每月而来 所以叫越是 越越 每月有事嘛 越是以时下 所以呢 顾悟有子 也就是说到二期 任脉童太充脉胜 越是以时下 这个情况下 就具有了生殖能力 女子啊 二期十四岁 到达这样一种生理状态下 就具备了生殖能力 三期肾气平均 三期二十一岁 肾气平均 是指着肾气更充足了 比一期二期还要充足 故颠牙生而长 伐掌疾 而掌疾 其实是伐掌疾 颠牙就是智齿 最颠顶的 最末后边的牙 所谓智齿 到三期肾气充足的时候 可以生智齿了 而头发也长得最茂密了 这是呢 发育啊 这样一种现象 女子三期二十一 四期二十八岁 筋骨肩伐掌 及身体胜壮 到四期二十八 是妇女最健康的时候 最强健的时候 所以筋骨也坚强 头发也长得最茂盛 身体也最强壮 当然了 我们这里所说 一七二七 三七四七啊 说是二十八 一般的说 还是指着习惯上 所说的虚岁 就是民间上 所说的那个虚岁 不是满洲岁 满洲岁的这么算 从这里看呢 女子到四七二十八 虚岁的时候 是身体发育最完美 无以复加的程度 因为本段是研究讨论 还要讨论生育能力的问题 所以在二十八虚岁 这个时候 看来是生育的最好年龄 我到这不是强调 晚婚晚育的问题 但是咱们医学理论上 是这么讨论的 这个时候 他人体最好吗 但是他的子带 应该是最健壮 就从这个意义上讲 别的问题咱没讨论 就单纯从这个身体发育 完美这个角度来讲 看来这是最完美的阶段 到五七三十五 那可就要开始走下坡路 圣级一座衰 对妇女而言 古代啊 现在妇女也许三十五岁 是最健壮了 但是从内经时候看 那五七三十五岁 那个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 走下坡路 最表现什么现象呢 从经脉气血来说 它是阳明脉衰 因为女为阴体 不足于阳 所以她衰 先从阳脉衰 所以衰 先从阳明脉衰 女为阴 女为阴体 不足于阳 所以七衰 先从阳来衰 因此说 阳明脉衰 最先见到的 衰弱的现象 表现在阳明脉方面 阳明脉方面 具体表现 它举一个例子 它是什么例子呢 是面屎胶 憔悴 这个胶是憔悴 因为阳明经脉 行于面 阳明脉衰 所以到五七三十五岁的时候 面部啊 就开始憔悴 跟那个二十多岁的时候 不一样了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技术 是吧 美容的方法 有的要磨磨粉 有的要拉拉皮 各种各样的技术 无非就是要 把这个面屎桥 这个桥腿劲 给缓解一点 法屎堕 头发呀 也就开始啊 脱落 有的就开始脱落了 那么 那么不那么 脱落不明显的 说也要开始 不像二十几岁 十几岁 二十几岁 那么茂密 那么光滑了 那叫法屎堕 开始 脱落 换句话说 掉的多 生的少了 谁都脱发 脱头发 年轻人也会 小孩子也会掉头发 但是他掉的少 他生的多 到这个岁数开始啊 他掉的多 生的少了 所以叫法屎堕 为什么呀 一是杨明脉衰 杨明行于面 二是 其实也在那里说 肾气开始衰 肾之滑在法 我们讲 六解藏相论 不是讲了吗 七华在法吗 七冲在谷吗 所以说 面史叫法史舵 妇女到六七四十二岁 三阳脉皆衰一上 不单一个阳明 而是太阳少阳阳明 三阳脉都衰了 衰一上 表现出来 面接桥 整个面部团全桥碎了 这要做拉皮也费事了 美容师功夫也得大 你要想把他 把这桥腿的面容 弄得焦好一点 也不容易 面接叫法史白 头发开始白 头发白倒没关系 现在染法技术非常好 不过有些人过敏 使用哪些染法剂 还是要挑选一下 这是人的爱好不同 我看有人还把头发染白了 不一定非得染黑了 但是 毕竟我们讲的中国人 那一般的话都年轻的 头发黑呀 他前面没说黑白问题呀 但是这说法史白 那说明年轻的人 他头发是该黑的吧 面接叫法史白 也说明肾气 更虚了 前面法史舵 这边不单多 而且要变白 七七 人脉 人脉虚 太冲脉衰少 天鬼界 地道不通 故形化而无子也 七七四十九 人脉也虚了 其实这是在讲啊 肾经虚了 肾气很虚了 女子到四十九岁的时候啊 肾气已经很虚了 所以人脉也虚了 太冲脉也衰少 太冲脉衰少 就是血少嘛 阴经血液都不足了嘛 冲为血海嘛 冲为十二经之海啊 所以这个太冲脉衰少 也就是说人的气血都不足了 不是说七七四十九岁的妇女 就都身体那么差了 但是相对而言 总不如年轻时候那气血剩了 气血衰少 天鬼结 因为肾气衰了 天鬼当然结了 枯竭了 没有生育能力了 所以说地道不通 这个地道啊 有的理解成是脉道也可以 有的理解就是生殖之道 没有月经了 所以生殖之道也不通 就是没有的 不再有月经了 所以地道两种解释都可以 故行坏而不自也 肾气虚了 任脉也虚 太冲脉经气血都都衰了 啊 由于这样话呢 虽天鬼也结 月经也闭止了 整个这人的行坏而不自 这个坏啊 就衰竭的意思 不像年轻那个那样美好了 他叫行坏 而不自也 不再有生殖能力了 就是这个坏啊 是衰弱衰竭的意思 他从生殖 他从整个人体生命过程来说 到七七四十九啊 认为那就进入衰老 这是说女子只说到七七四十九 是因为在讲生育能力吗 一般的确实到四十九岁之后 再生育的话很少了 现在技术很多 有的人我看到报道说 年轻时候把卵子存起来 等将来条件适合了 愿意生的时候 再把自己卵子取出来 再做一个受精卵 自己再生 那么当然是五六十岁也可以生 那个毕竟不是内经时候所要讨论的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从现在看 也不是说我们大多数妇女都要实行的 所以正常的生命节律 生命节端性和生智能力 内经时候做了这样一个对妇女 做了这样一概括 当然无论是妇女 还是下面我们所要讲到的男子 这个规律 它是个大体的 就说中国人也是个大体的 更不要说热带人和寒带人 热带人一般就早一点 寒带人一般的慢 发育的更慢一点 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有早也有晚 特别现在社会进步了 人体生人的生理机能更旺盛了 他有特殊情况 这是最多数人来说那么一种概括 我见到的也有些小孩子女孩子 十岁不到就来月景了 尽管说现在社会进步了 发育的早 太早了也不见得是好事 说不定女孩在她的这个幼年时期 吃了一些什么补养品 很可能有关系 我见到过这样的家长说 说我们当初啊 吃什么什么东西 说吃这个消化也好 长得好 八九岁来月景了 怎么算 所以呀 不要说什么补 就吃什么 你得看看适合不适合 本来营养都不缺乱补什么呀 不越补越糟糕吗 特别没有医生指导下的补 实在是应该注意 这个下边就看男子丈夫 就是说的男子 说古时候的说法 说是周朝的制度尺度 说是这个八寸为一尺 说男子身高这个十尺 所以故约丈夫 有这么说法 就是通称男子而言 丈夫八岁 甚其十 男子啊 是以八岁作为一个阶段 男八岁 女七岁 这是划分生命阶段的这样 一个一个时间 为什么说女子以七岁 男子以八岁呢 这个解释啊 是这样的 从原理上解释 从那个像术这个角度来解释 古代不有像术学吗 数字分阴阳 六七八九十 这其中啊 这个有偶数 有奇数 你比如说七九 这都是所谓的奇数 奇数呢 七啊 是哨音 奇数为阳 七九是奇数了 这是阳之数 阳之数呢 七属于少阳之数 九属于老阳之数 女为阴 需要有少阳 这才阴阳相符合 阴阳相合 女为阴体应当有少阳 少才能生嘛 老就要摔了嘛 所以女子属于阴 要有少阳之数 少在寿 老在摔 所以七为少阳 九为老阳 所以女子以七为一阶段 男为阳体 需要有阴 八是少阴之数 同样 少在壮 老在摔 所以要有八 和少阴 也就是还有一个 为什么这个从七到九 是从少到老 那个从六到八 是从老到少 这么划分方法 所以有说 这个阳进 阴退 阳进呢 从少到老 阴退呀 从老到少 那数字来说 是这么走的 也就是这个七八 要讲 要讲 再讲深刻的道理 就是从像术上 那么七是 七是少阳之数 八是少阴之数 那么八 男子八岁呢 到一个生命的阶段 肾气时 这个时候肾气开始充实 所以有齿刚发展 二八 肾气胜 也天轨智 精气易谢 那么就生之之经了 生之之经满了 就可以易谢 所以二八一十六岁的 男孩子可以有 一经现象 因为他有生之之经了 所以阴阳和 故能有子 阴阳和三个字 又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 阴阳和是阴阳男女相和 因为他有生之能力了 所以阴阳男女相和 而有生育 能生孩子 能生子女 再一个阴阳和呢 是说男子到二八一十六岁的时候 体内阴阳调和了 叫做阴阳和 两种解释 都有道理 三八肾气平均 筋骨 筋骨 筋强 故 颠牙胜而长急 和前面 妻 女子 妻 以妻为 阶段的 那是 道理是一致的 四八 筋骨 龙胜 肌肉壮满 四八 肾气最强盛 肾气最 充胜 所以筋骨也 龙胜 肌肉壮满 四八 三十二岁的男子 汉是最健壮 二十岁男子汉也挺棒的 但是对坚固 坚强 那个程度 真是不如三十岁的 当然有些运动是需要 更年轻一点 但是从身体的强健 耐受力也强 承受能力大 应该到 虚岁了 三十二岁这阶段 在内经时代是这么看 在现代啊 其实也还 恐怕也还是这样 五八 肾气摔 男子为阳 首先摔于阴 你看女子 他五七的时候 他就说阳明脉摔嘛 男子五八 首先说肾气摔 肾为阴啊 肾为水脏 男为阳体 不足阴 所以先 从肾脏摔 法舵持稿 跟前面讲的 一样的道理啊 这个 发为肾之滑 齿为骨之鱼 所以他提出特征性的 生生生理的现象 是讲的 齿和法 这特征性的 当然人体到老了 老了以强壮 变化很多的 但是这里呢 他具有特征性的 肾气摔 法舵持稿的问题 齿枯稿 牙齿枯稿 不再那么坚固 对吧 咬针子 咬核桃 咬坚果 那年轻人 咔咔的没问题 好了 您到五六十了 还开始咬 不咬还该掉了 所以说持稿啊 是说不再坚固了 六八 阳气摔节于上 那就不单肾气摔 阳气也开始摔 那个 你看教材的注释十三 摔节的问题 甲乙精没有节字 那就阳气摔于上 由于阳气摔于上了 所以也出现面胶 法病斑白 这个斑白的斑呢 也就是这个斑 花斑花白了 病脚开始发白了 六八 六八四十八 就开始发白了 那还是古代的时候啊 咱们刚才说五八四十岁 肾气摔 法座齿高 现在的四十岁男子汉 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啊 这不还传说男子四十一朵花呢吗 那怎么会法座齿高了呢 他在现在人们的健康程度 比古时候要强了 但是呢 也不能说四十岁 你还越来越健康 大概也不是 总是要走下坡路 五八阳气摔于上 面胶 法病斑白 七八肝气摔 这又涉及到一脏 涉及到肝脏 筋不能动 肝煮筋 八八天鬼节 精少 男子到八八六十四岁 天鬼也枯竭了 精少啊 甚至之精很摔少了 不是说绝对没有了 但是已经很摔少了 很稀少了 所以肾脏摔 精少了吗 肾脏当然也摔 形体皆急 急也是摔 摔弱 形体很摔弱 八八六十四岁之后 总是要摔弱 尽管他说精少 没有说不能生育 但是毕竟生育能力也很差了 个别的有 后边谈到了 超过六十超过七十的 还有呢 每年都可以在新闻上 看到那么一粒两粒的 说是七十多岁的老头 少妻又给他生了女儿 好像怎么竟生女儿 我看他每一份报道都说 少妻给他生个女儿 这是不是也是阳气不足啊 尽管他有生智能力 但是因为八八六十四岁之后 精少了 持法去 头发也脱落了 牙齿也开始掉了 八八六十四岁之后 进入老年了吗 又说甚者煮水 受葬六腑之精而藏之 甚是水葬 这个水葬啊 可不是讲的水液代谢的水葬 这里头所说甚者煮水 是甚藏先天之精水 这水是精 慎藏先天之精 精水也就天鬼嘛 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故葬胜哪能写 慎藏的精水啊 他接受了五脏六腑之精气 来藏的 来藏的 慎藏之精既有先天之精 更有后天五脏六腑之精 而疏于肾藏 所以慎藏主水 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故五脏胜哪能写啊 所以五脏六腑健康 精气旺盛 肾经才能充足 所以说才能泄 前面不讲了吗 天鬼治 精气易泄吗 那个泄 就是这个泄精 才能够正常的泄精 这就提到了 男子生之之精的 有无啊 可不单纯是一个慎 生之能力的好坏 可不单纯是一个慎 涉及到五脏六腑之精 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五脏胜才能泄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可是我们临床上 有一些医生 一说生智能力差了 特别难子 那就要补肾就补肾 不许考虑考虑别的吗 五脏六腑都应该考虑到啊 所以金五脏皆衰 金骨泄舵天鬼进矣 老了 八八六十四之后了 所以五脏都开始逐步的衰了 你比如五八肾气衰 七八肝气衰 八八的没说 只这只又抬到了肾脏衰 其他脏也开始衰 所以说五脏皆衰 金骨泄舵 松懈怠舵 天鬼进矣 故法并白 身体重啊 到这个时候五脏皆衰了 阳气不足了 所以身体感到很沉重 这个身体重 不是上那个上蹦蹭 说重了 不是 是说阳气不足 自我感到沉重 体重可能没增加 说不定还瘦了呢 但是自我感到沉重 再跳也跳不高了 再跑也跑不快了 老了 身体重了 是这个意思 行步不正 肝也摔了 肾也摔了 筋骨都不立了 所以行步不稳当了 那说不定要处生拐战了 而无子 也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说人到老年之后 男子也没有生育能力了 好了休息 休息 好 班杰 持续 하 感谢观看